今天呢 就是真的非常开心 可以邀请到Tina 她其实是上一届 2023的小狐狸吉利长征的 那个获选当选人 台湾代表 然后我的缘分 其实也是因为从这边开始 就我那时候要去报名 小狐狸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 上一届也有台湾人 然后我就马上敲了Tina 然后发现她不只是 一个曾经去吉利长征 应该说她一直都在吉利长征 直到现在此刻 都还在 还在集圈吉利长征 所以我觉得她的故事 真的超酷的 然后谢谢Tina 可以来到极限版日梦分享 那可不可以先请Tina 帮我们自我介绍 让大家认识你一下呢 OK好 谢谢BeAlter的邀请 很荣幸可以来上你的 Podcast跟YouTube Channel 我是Tina 然后我目前现在是担任 在冰岛担任冰川的 冰川向导 然后现在呢 近期也在接了这个冰岛的 Ring Road环岛团 然后芬兰的部分呢 就是我现在是在担任 芬兰的冰川 极地向导 所以我是两个地方在 在交换就是轮替的带 然后所以有时候有客人报名冰川 像冰川践行或者是环岛团 我就会跑到冰岛 有时候像现在呢 下礼拜就会有客人报名冰岛的 芬兰的活动 那我就会在芬兰带团这样 所以我家都是都在北极圈 应该说在北欧啦 的带团 哇塞 然后你刚刚 你是不是才刚从冰岛回来的 对 也才 对我大概回来两天 两天了 刚结束一个团 对 然后他刚刚说现在那边还算温暖的 大概零度 一度之类的 对现在芬兰大概才零度吧 今天零度 今天稍微冷一点 今天零度左右 就是 我们通常就是怎么分辨说 暖不暖 就是看你今天的穿着 通常我一件羽绒外套 配里面一件长袖的衣服 配一件羽绒外套 然后再加一件 那个 我通常穿legging啦 这样出门 舒服 就代表今天OK 所以大概是零度 我是体感温度 大概是-5 我们在这边算是OK的 不是很冷的 真的冷的话 在芬兰集圈这边 真的冷是大概-10 再来-20左右 那是这就是真的很冷 对 那你这样听起来 你是从小就在集圈 长大的小孩吗 为什么可以这么 没有 我是 应该说我 我怎么会来这边工作的 开始呢 是因为我本来大学 在法国念 双学位 然后我就很喜欢欧洲 然后我就想 一直在想办法 想办法在欧洲留下来居住 这样 然后后来我就申请了 我对西班牙语有很有兴趣 所以我就申请去西班牙 去学西文 学了一年 然后想说完了怎么办 又想办法要留下来欧洲 那工作又 我西文那时候还没有厉害到 可以找工作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 那我再申请研究所好了 因为读书在欧洲 最方便的方式管道啦 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申请北欧 北欧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梦幻 对我来讲是很遥不可及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好那我申请北欧的研究所 然后就真的就是哎 很不巧就我申请研究所学校都没有上 那又很巧是我朋友呢 他参加我在芬兰的前公司的活动 然后他就说哎 他们现在在公司在找中文的向导 说说中文向导 你要不要试试看 然后我就好啊 那我学校没上 那我留下来工作也是一个方法嘛 然后我就面试就上 所以我就做了 2018年是我第一个雪季 所以我2018到2019是雪季 我们雪季通常是每年的10月到隔年的4月 叫做一整个雪季 那我们通常只有雪才会 才会有团有生意 所以我们是靠雪吃饭 靠天气吃饭 那通常没有雪的话 像现在没有雪就客人就相对少很多 对那我在我2018到2019是 我第一个雪季 然后后来疫情没有做了 疫情缓完 缓一点之后我又再回去 然后做了第二季第三季这样 所以一开始是 一开始初中呢 是想说留下留在北欧读研究所 但后来就改成工作这样 好酷 但是那是一个什么公司 就是工作内容是什么 而且你当时是已经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工作了吗 还是要证照什么之类的 我之前这个是我现在的公司是一个芬兰当地的公司 芬兰当地的公司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想要就是想要目标 比较多在华人的市场 所以他们就是争了很多说华文的导游 像导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要求任何的证照 他不像台湾 比如说你要领队执照 然后又有导游执照 在这边国外其实通常不太需要 那我在这边的话 就是那时候我上的时候 被通知的时候大概9月 8月初吧 然后他公司就规定 我们要提早一个月去受训 一整个月 10月 我们提早10月 大概是这个月份 我们就是一整个月都在受训 受训呢 包括就是你要学习 他们我们团非常非常多 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带每一个团啦 所以我们就是受训了一个月 那时候一个月还没有资薪 还不付薪水 只有给你就是房子住 但房子还是那种share house 就是一个房子大概住了 那种六七个人 很多人这种 但是你自己的支出开销 第一个月training的时候 受训的时间是不给付的这样 所以他没有要求任何执照 但是你必须一定要参加他的训练 对 然后要通过考核吗 就是那个 对要通过考核 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trainer嘛 那然后他就会比如说 就是说看你带一个团 比如说我现在要带去极地动物园 我要看你怎么介绍 那个白的猫头鹰 就是哈利波特那一只爱美 有没有 我要怎么介绍猫头鹰 我要怎么介绍 那叫什么 北极熊 我要怎么介绍各种各种的动物 就是他看你怎么样介绍 跟看你怎么样跟客人的互动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评比 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被sign off 你可不可以 OK好 你可以开始自己独立带团 那当你 因为大家都很急着想要独立带团 因为你开始带团你才有薪水嘛 对 对啊 这样子 所以 那时候是这样子 就是一个一个 我们通常会被 我考了三个团 我被测了三个不同的团 然后有我们的训练的老师 会来看我们怎么带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叫怎么在雪地开车 因为我们台湾没有雪 我也没在雪地开车过 而且我们台湾都是自排 这边全部的车都是手排 所以我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边练我的手排车跟雪地驾驶 然后那时候因为老板知道说我们台湾人很多都是开手排也没有雪地驾驶的经验嘛 不像很多欧洲人都是自排又有雪地驾驶的经验 所以就送我们去的那个雪地驾驶班 然后那时候我们去了雪地驾驶班 上了大概三天还是四天的课 对 然后一样还是要考试 然后一样还是就是他看你 他看你怎么样在雪上开车 然后你的那个换档 好不OK 就你雪上开车的感觉如何 然后这也是第二个Session 就是第二关 你会有没有通过 你才能够自己独立带团 所以就是 哇那时候第一季的时候 我一开始那十月超难熬的 超多挑战 大训班的部分也要自己付那个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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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公司有付钱 公司有付钱 那他不知心的过程 这个训练费也要付钱吗 不用不用 就是因为说他训练你这段时间 这一个月 他不会付你任何的薪水 但是这一个月的训练你必须要参加 你懂吗 就是等于说这其实是一个 对我来讲 对我们工作来讲是一个额外的支出 因为我去那边 我每日的花费 买菜只有的没的 都是要自己出 但是我还要去参加公司的受训 这样子 对 就是你也没有时间赚钱 就是必须要累积一点积蓄 去那边然后去通过这一个月的考核这样子 对就是就是那时候根本没有赚钱 然后还要还要一直花钱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啊 想要赶快通过 想要赶快可以被塞到自己力去带团 因为带了第一个团就开始就开始有钱赚了嘛 那你如果一直在训练 一直在训练就是代表 对啊 就是要一直支出支出支出 对 哇 所以就要扛过那时候的压力 那你觉得就是 在你后来担任那个芬兰吉利向导的时候的工作里面 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啊 我觉得自我来讲最大的挑战真的就是天气的部分 就是当我们真的很冷的时候 大概十二月一月的时候真的很冷 可能会到有我自己做了三季 体验过最冷的时候是-39度 我记得是一月中 -39我大概体感有-45吧 就是你看到那个车子上面的那个 仪标板上面写-39 你整个人就哇 就你整个你一出 你一不要说在车子里好了 你一出出去车子 因为车子有暖气嘛 但你一出车子之后 整个人的那个睫毛 有头发的地方全部结冰 所以那个睫毛全部都是白色的 很可怕 然后那个冷到 你一吐那个气全部都是 都是冷空气 你从嘴巴吐出来 很冷很冷 然后你就觉得好像穿再多 那时候记得我穿了大概四五件衣服裤子吧 外套 就还是觉得好冷好冷 就觉得哇 我好想要赶快把团赶快结束 就是像这样子的极严寒的气候 我们没有选择 当你在工作 当然在带团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要尽责 你还是要把团完成 你不能说 我今天太冷了 不行不行 我不带 对吧 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 做了这么多雪季 天气的极寒 极冷 这真的还是一个 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包括生活上面也很不方便 你要上个厕所 你要脱四条裤子 对不对 我觉得可以听你说的 对啊 然后你在野地 然后你突然带团 你真的超想尿尿 或者是你拉肚子 你整个人 我都觉得要穿尿布了 对啊 很冷 真的很冷 你要想要穿四五条裤子在里面 你要怎么脱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 我觉得有时候天气太冷 真的是很不想面对 对吧 就是唯一我觉得 蛮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就是天气 还有一个就是日照很短 就我们大概12月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叫做 那个Polar Night 嗯 永夜 对 我们大概只有四个小时的日照 就是大概你11点日出 你下午2点日落 那你大概有 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 你就是都是过这样的生活 哦天哪 那你就是整个身心 你都要预备好 你要迎接永夜 哦 就是你太阳 你根本看不到整颗太阳浮出来 就是一直微微在上面 然后怎么又没了这样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做我第二季的时候 我第一季还好 我第二季的时候 有一点点Depression 就有一点点小抑郁 就是真的被受天气影响很大 对啊 所以我们就是狂吃 维他命D这样 补充一点 能 补充一点 对啊 维他命 还有那个鱼油 嗯 哇 好难想象哦 那先讲前面 就是你说那个 负30度的 就负39度的 因为我们最冷 就是这次的小狐狸 最冷的是负30度 然后我那时候超后悔 我把头发 就是没有绑的 放在外面 就他就整个结冻 他就全部结冰了吧 就全部结冻 他已经有到负30了 我那一年 好像没有到负30了 我那年好像 负20几 没有到负30 对 因为我确定 我睫毛头发都没有结冰 所以应该是没有到负30 我那时候结冻的时候 我超后悔 因为他就不可能结冻 然后他唯一结冻 就是在我的睡袋里 然后结果就换我的睡袋结冻 这样子 我就觉得哇靠 就是 我觉得会把我 对啊 很极端的 对啊超冷 然后所以我根本就很难想象 就是负39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 一个状态 因为那个时候 如果不戴手套 就超痛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 应该会全部都包满满的吧 你有穿 继续穿着你的小狐狸的 那些衣服吗 Paka 我那时候还没有 小狐狸的装备给我 那时候 我那时候 第一期的时候还没有小狐狸 我是2024 我是2023吧 你是2024的 对对 我是2023参加的 我那一年 对我那一年 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小狐狸 装备 这么好的装备给我 我那时候就是只有穿公司给我的 就是连身裤 防寒裤 整身的防寒裤 有点像滑雪那种吊带裤 然后再加上一件大的那种 大的厚的外套这样 我那时候就是 就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所以 那时候就 就觉得 哇 怎么还是不够 所以我后来我里面又自己 又穿了两件 有一件那种 运力库的羽绒衣 然后有一件 比较厚一点的羽绒外套 穿在外面 所以我那时候穿了三件厚的外套 天啊 对啊 很夸张 但我觉得 但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刺激 我真的觉得超刺激的 就是 对啊 这种挑战就是人生一次 经历 我真的是经历过一次之后 就 哇 原来负30体感负45 是这种感觉 反正你们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辞职 你还是继续在这一个行业里面 继续戴着 没有耶 因为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因为 因为我很喜欢大自然 就是 我很喜欢跟大自然共处 然后我其实 不太喜欢太热的地方 哦 对 所以 但是这里太 这里的极端雷又是太冷 然后我就说 我不太喜欢 这么热 但又有大自然的地方 我觉得北欧 都是一个蛮 就是蛮符合我的心目中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里很适合居住嘛 然后又跟大自然在一起 也没有太多的让你 可以你知道很多欲望 shopping的地方 所以对我来讲 这边就是真的就是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是我一直觉得我对于带团 我会很喜欢 很喜欢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跟在大自然 在户外做很多不同不同的活动 好棒哦 那你今年 就是你拿到小狐狸的衣服之后 你今年有穿的那个去 是可以的吗 有 有跟你讲 差超多的 差超多 小狐狸不是要给一件 那个蓝色大的那个parka吗 对 他那一件我整个人在里面流汗 就是那一件反而你负十度穿太暖 那个腰到负二十 负三十穿才有 才有感觉到那个刚刚好 如果你负十度穿 我试过你 我负十度穿热爆 整个人是发汗 热死我 对啊 在小狐狸的那个行径 或者是我们在 应该说只有行径上我们会穿 然后通常就是我们在煮食物 那些搭帐篷的时候 我们就太热也不会去穿它 所以他真的超暖 而且我记得 他那个超防风的 我记得我把那个帽子 就是戴起来的时候 我都感受不到外面 我就跟外面隔绝 我也听不到 就是我就觉得 哇这件外套怎么这么省 所以我觉得 我超感谢 我真的是觉得 哇自己超幸运 可以拿到这件外套 因为那件外套也是价值不菲 然后我穿上之后呢 因为这边的那个 芬兰这边的那个 户外用品店也有买 一模一样的衣服 就高挂在橱窗前面 然后每次经过 我就跟我朋友说 哎你看我也有 我就故意穿 然后他们就看那个价钱 哦 这是价值不菲 我说但是真的超级包暖 对啊 很像那个披着棉被在身上的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好有趣 对啊 然后我想问说就是 因为我看你的 我又去排你之前的一些日记 或者是你的po文 然后你有 就是你有从 为什么会从芬兰 然后说又跑到冰岛 去考冰川向导 然后那个过程 好像有点不容易 不像在芬兰考了一次就过了 然后有一个 中间一个转折 你可以分享那时候的故事吗 对 我那时候契机呢 从芬兰到冰岛工作的契机是 就是因为做了 在那边做了 那时候 哦那时候是第二年 做了第二学记的时候 就觉得 好像有点无聊了 就有无聊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差不多 就每天都带的团一样 每一次 每一个季节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好像就差不多 这样就没有什么挑战 那我又是一个很需要去 去接受不同挑战的人 然后我那时候就 觉得好 我觉得是时候 差不多可以换个地方 那那时候我在选 我还是一样是选北欧 我还是喜欢这种 大致很辽阔的地方 所以我那时候选了 冰岛跟挪威 然后我就这两个国家 我就是都有投履历 不同的 不同的那种Safari的公司 不同的户外旅游的公司 这样 结果呢 很幸运的我的 那时候在冰岛的公司呢 就先录取了我 所以我就 我就 我就直接 哦好 那谁先录取 我就先答应他嘛 这样 所以我就后来 到冰岛 其实是因为这样 然后到冰岛之后呢 我公司的老板就跟我说 哎那你会开车吗 他开车不是那种 一般我们开这种车 小车小客车 或者是那种 九人minivan 这种的哦 不是哦 他是那种巴士 要低驾照 ABCD低驾照的那种 巴士的驾照 因为他们很多的 他们车都是那种车 然后他要带环岛团嘛 我说完了 我没有 那他说那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潜水症 就是潜水master的 我也没有 他说那 那你当冰川向导好了 因为我们 我的那个 前公司呢 离开了啦 但我的前公司 它有三个team 一个是 一个是 Bus driver team 就是环岛的司机导游 然后另外一个team 是专门做浮潜的 我们有在两个 那个 两个板块 欧亚板块跟 美洲板块 对 中间 做浮潜 这个team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 冰川向导的team 对 然后呢 我那时候 他就说 那你去冰川向导 你去当冰川向导 我说 可是我没有经验 他说 那些我们会training 我们会训练你 所以我就 就这样进去了 当了冰川向导 然后那时候一开始 我是一个零经验 完全没经验的人 我根本 台湾没有冰川 我也没上过冰川 然后 进去之后 就 那时候非常的艰难 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他一开始 要从基本的绳索 很多的绳索 要去训练 教你怎么打结 怎么样去使用 不同的 就是 我们叫 攀岩的话 如果攀岩的人 就知道很多的那种 什么 carabiner啊 很多的那些 有的没的那些 锁啊 要去理解 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它 那我就是一个 根本就不知道 然后我又是一个 手很拙的人 所以那时候就花了 非常多的时间 去练习 非常多 然后 因为我们在冰川 当冰川向导 在冰岛的国家公园 政府有规定 一定要有这个冰川 向导的执照 我们叫做 hard ice 那还有分三个level hard ice 1 2 3 那你基本上 一定要有的 就是hard ice 1 一定要有 所以那时候 我就是 花了很多时间嘛 然后下班后 还继续练习 各种找 有经验的同事啊 陪我回 不管是回冰川啊 还是回我们住宿的地方 我们就在那边练习 练习攀爬 这样子 下降啊 这样 我还记得我那时候 在我们的那个住的货柜屋 改建的就是我们的宿舍 货柜屋 我们就在那边 货柜屋上面绑线 然后我在那边自己练 往上爬 然后再往下降 这样 在货柜屋上直接悬挂 就是用 无所不用其极的 各种在那边练习 就是必须要拿到这个证照 因为我其实第一次考的时候 我并没有过 我超过了那个时间 因为它有一个叫做冰川救援 那它规定一定要在30分钟内 完成所有的步骤 就我35分钟才完成 就我就fail了 失败 那我那时候的教练就和人 非常好 他说我们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可以跟下一批的人补考 所以我就拼了面 狂练习 各种练习 找人陪我 然后请人家吃饭 因为谁 上班上了八九个小时 然后还要再陪你 再回冰川练习 所以我那时候就 各种的请人 然后就是非常努力的练习 终于考完 这个就是真的有顺利考过 所以那是我觉得最艰难 最最最考验的事情 就是从一个零经验的 零经验的 在冰川 对冰川是一个零经验 到考到证照 考到证照 也是一个 我觉得蛮 蛮自豪的 嗯 的一件事情 哇 我觉得超猛的 就是我觉得先是 你没经验 大部分人可能就会觉得 应该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 就是有点像是 去情人捕捉的部分 或者 诶是用这个成语吗 成语中文不太好 但是 我是啊 我真的是情人捕捉啊 我是啊 我超卓的 对 然后 把这个东西真的是完成 然后去考过这个 光是去想说 在那边找一个 冰川向导的这个工作 我就觉得超有尬词的 就是 what the fuck 我自己 我自己有在攀岩 或者是在做其他运动 我都不会想象 就是 想象自己可以去挑战 试试看这个机会 或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超猛的 太太凋了 我那时候就真的是 一股撒劲 我那时候就是觉得 好 我对冰岛又是一个 另外一个幻想 又觉得哇 又是一个梦幻的地方 一个 一个就是在我 bucket list 一定想要去的地方 然后又觉得很遥不可及 因为冰岛很贵嘛 对 而且完了 去这个地方 我一定会花超多钱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 好 有了这机会 我一定要冲 我不管怎样 我就是要冲 我就是 就去了 对 所以 对啊 不后悔啦 我觉得不会 就是一个很棒的人生经验啦 我觉得 就是都走过来了 那那段回想 现在回头看这段时间 就是一个 嗯 我觉得 我很感谢自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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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撑下来 应该这样讲 我很感谢自己 自己那时候 没有放弃 有撑下来 好猛哦 诶我其实之前 我也有去过冰岛 然后有认识一个 冰岛巷的 他就说他们的日常就是 会去找哪边有洞啊 哪边可以 就是然后他们会把那边 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命名 这是什么洞 什么之类 反正就是他们那些 很奇怪的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你们那一挂 冰岛巷的挂 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传说吗 应该说我们很常要去找洞 要去找冰裂缝 我们叫crevasse 然后洞呢 就是ice cave 或是moulin 那找的原因是因为 这些都是很特别的 很特别的feature 很特别的东西 在冰川上面 是很特别的一些 呃 怎么讲 算是现象吗 所以很多客人会很想看 对吧 很多客人会想要走在 冰裂缝的中间 很多客人会想要去看冰石洞 很多个人会想要去看蓝冰洞 所以那我们有时候 就是我们没有在带团的时候 我们都会叫做work on track 就是你会需要去 譬如说 呃 去敲一些冰啊 那种路比较好走 或者是你会去找冰洞 找冰裂缝 找一些很特别的一些 一些呃 冰川上面的现象 景象 给客人看 对我们是会有 但命名这件事情 我就不太知道了 我们是没有命名 因为找到人都是大概三四个人一起 这样要吵 要用谁的名字来命名 对啊 所以你们平常日常就是在那边 你们一个礼拜大概要工作几天 然后大部分的就是带客人进去 走 是不是因为会随着 因为随着季节的变化 冰川也会变化 然后所以你们的路线也会有改变啊 会有这样的区 对 好我们的工作 那时候我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也离开了 在前公司工作的时候 你是以一个week 一周为你的拍班 我们是可以自己拍班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自由度蛮高的 那我们那时候是就是 以一周为一个班这样 那当然就是你多做 你就多赚嘛 对不对 你想多放假 你那个月可能就是收入 可能就比较少 比较低 那那时候我们就是 每一天都要工作 每一天 因为我们坐的地方在冰川旁边 距离首度要四个半小时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今天day off 我想要day off 但其实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因为那边就是荒野 荒郊野外 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 好我自己选定我这一周要工作 那我们的主管就会一到日 每一天都会排工作给你这样 那每一天基本上就是两个团 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分三小时的团 五个小时的团 冰川践行 还有冰攀爬的团 那会依据你的经验 然后看你有没有被sign off 可以带到这些团 那那时候我一开始的话 我一出鸟的时候 菜鸟的时候 初期我就是带 两个三小时的团 早上一个 下午一个这样 那中间大概半小时 到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对 所以 这样子工作时数 其实差不多也是 每一天八个小时左右 哇 好长哦 每一天这样 好长哦 对啊 其实蛮长 因为我们还要有前置的准备时间啊 我们还要先提早去我们工作的地方 就是客人集合的地方 我们要先准备去准备冰爪 给客人的冰爪嘛 还要准备腰带 我们要数今天几个客人 要真准备好 然后还要准备 我们还要准备安全帽嘛 头盔 还要清理头盔啊 结束团之后 所以我们前置作业 都要大概提早一个小时先去 去准备 那我们最后的收尾 也要大概半小时 一个小时的做收尾 所以其实这样 总时数 工作时数加财 大概也是八小时左右 其实刚很快速的带过 但是那个好像没有讲到 芬兰的工作日常 因为芬兰好像不是冰川巷岛 是吉地巷岛 那吉地巷岛是在做什么啊 吉地 芬兰 哇芬兰带的团 跟冰岛完全不一样 芬兰呢 吉地巷岛 就是这边很多不同的 吉地活动嘛 那这边最有名的 就是圣诞老人村嘛 所以很多人会想要 趁圣诞节段时间 赶快冲来圣诞老人村 来过圣诞节 所以为什么我们大忘记 就是忘到不行的 大忘记 那种 现在那种喉跳 我有客人想要 突然想要跟我订 圣诞节季节来 他们想要做那种特色 饭店 比如做什么玻璃屋啊 树屋啊 这种极光小屋啊 这种 全部没了 全部没了 就是因为 大家都会一锣框的 想要赶在圣诞节来 来 就是我们这个城市 罗瓦涅米 过圣诞节 那所以最有名就是 圣诞老人村 所以我们也会带客人 去拜访 圣诞老人村 去参观圣诞老人村 去拜访他 那还有很多 对啊 很梦化啊 真的 但是我跟你讲 最后久了 你就会 我都跟老人 变好朋友了 这种 他那边有两个老人 在那边轮体 我都已经跟他变好了 今天又是你 那你下个班 是什么时候 我有时候都会 跟他开玩笑 因为每天都看到他 他也每天都看到你 然后他就 最后我们就真的 就是变得好朋友 对啊 那老人很厉害 他会讲世界各国的语言 但是就基本的 Hello你好这样 哦 他们的工作 就是在那边 跟大家say hello这样子 他就是坐在椅子上 然后有人来 你跟他拍照 就这样 他们那个工作 就是像个机器人 坐在那边 Hi Bonjour Ciao 这种 然后客人来 跟你拍两三张 OK下一位 就每一个客人来 大概都五分钟 因为很忙 他很忙 他大概每一天 要接待一千个客人 这种 他每天就是脑子也很 也脑波都已经快要爆了 这种 所以他就是很机器式的 到之后 到圣诞节 他累死 我也累死 他也累死 这样 对吧 他们会一直做这个工作 下一季 还是他做一季 就体验完之后 下一季就不会想要再继续做这个工作 那个老人永远都在那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老人 你知道吗 圣诞老人 他是官方认定的 就是应该说 我们这个城市呢 罗伐尼米 为什么会有名 是因为之前美国总统 钥匙的教授名字 罗斯福吗 好像是 他就有一年圣诞节来这边 来这边过圣诞节 然后自己就是住了圣诞节 圣诞老人村前面的一个小木屋 那个小木屋还在 然后呢 就是 后来 后来就是 反正就在那边过圣诞节 然后就 这个地方整个被吵起来 吵到不行 就是整个被吵红了 然后就直接设了一个圣诞老人村在那 好扯 然后呢 然后呢 官方就认定了两个 我现在目前知道是两个圣诞老人会轮返 那怎么认定呢 就是这个圣诞老人 他稍微会讲 就像我跟妳讲 他会讲基本的 每一个基本上是每一个语言 基本的问候 所以 你来的时候 他就会问你说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你说 Oh 台湾 你好 恭喜发财 他还会讲这个 就是最基本的这种 圣诞节快乐 这样他就会这样讲 然后 from什么span Oh Hola 什么felicidades 他就会讲这种 就 他就是会基本的 所以他就叫做官方认定 因为他至少是可以跟 旅客游客有一些互动 语言上面的互动 反正就是如果你要应征 你要先学会 就是几乎是全世界 对 你可能要学会 全世界大概一千万个语言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很多个语言 你可能就是要学会 全部语言 阿拉伯语 什么各种有的没语言的 基本问候 然后要很老 对不对 要很老 他们应该很老 很老 而且你知道那个很热 你知道吗 他每天都要戴那个胡子 戴那个毛衣 然后鞋子穿超大一个 然后披那个披 我都觉得好累哦 然后有时候现在市区 又有一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官方的 但他现在都会在市区 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 然后我就 真的是很累 看了这样都好 那个鞋子都好大 我都感觉比他脚还要大 对啊 当老人也就不行 没有很轻松 因为我看有时候 你们好像你会 骑着那个雪地摩托车 载客人或者是 是有雪桥吗 你是不是有雪桥 让客人做 我们有两种 我们很多活动 那最新点呢 就是巡路 因为这边拉普兰 我们这个地区叫拉普兰 你应该知道吧 对 你应该要知道 对 你一定要知道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什么是拉普兰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只是就觉得说 哦 就芬兰 北极圈 是那老人之类 但我们这个区域叫拉普兰 我跟大家稍微快速的介绍 拉普兰呢 是涵盖着北欧 挪威 瑞典 芬兰 跟俄罗斯的北部 区域叫做拉普兰 这边有一个唯一一个原住民 欧洲唯一一个原住民 叫做萨米人 他们分布在这几个国家 然后这地方就叫做拉普兰 所以我们叫我们这个地方 叫做拉普兰 对 然后也是在北极圈里面 对 然后所以我们这边 很有名的动物呢 拉普兰的动物就叫做巡路 巡路 这边的巡路比较还要夸张 所以这边就是巡路超速都是 你说 巡路跟迷路是不是不一样的东西啊 不一样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被这件事情搞混了超级久 我刚来的时候 我第一届的时候 我跟客人说 哦 雷典 雷典 就是一个慕斯 然后我在那边 慕斯变成雷典 蜜典 我又说 这根本差不多啦 一样啦 对我来讲就是一样 我还跟客人乱介绍 他们说 哦真的哦 然后客人也觉得好像都差不多 后来第二季 我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太多人问我 然后我就觉得太蠢 我到现在还分不清楚 迷路呢 叫做慕斯 它的size呢 比巡路 reindeer 大一倍 然后它是 全部都是野生的 嗯 好 然后呢 巡路 reindeer呢 就是圣诞老公公拉的那个雪橇 叫做reindeer 巡路 它是 在这边呢 是每一只巡路都有它的主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earmark 它的耳朵上面会有个标签 它tag上面就会写 它是属于哪一个农场 所以这边的巡路是有主人的reindeer 迷路是没有 全部都是野生的 差别在这 ok ok 大致的是 我需要点时间去消化 那个上那个资讯贴在旁边 对 这个 这个我学超久的 我在那边查超久 自己做的超多功课 然后直到我去 直到我自己去动物园看了 一次之后 啊 ok 懂了 好我懂了 对 其实只有动物园可以看到这些动物 没有啦 野外也可以 但是比较难看到迷路 所以你就会觉得迷路很难看 迷路那是全野生的 真的很难看到 但是巡路就是reindeer到处都是 对啊 所以你说 迷路是每一个人都有主人 巡路 错 巡路 reindeer 巡路 本系列超长 哦 那为什么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有主人 他们本身是一个畜牧业是吗 还是 对 是 那是一个从以前 拉普兰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传流下来的 嗯 就是说他这边的每一只巡路都是代表他们的家产 你知道巡路是可以买卖做交易的 嗯 所以巡路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做来使用 比如说巡路 我们这边很有名的叫做巡路肉 这边很有名的一道料理叫巡路肉加mashed potato 就是马铃薯泥再加上这边很有名的莓果 柴梅很有名嘛 那这道料理是这边最有名的 嗯 所以巡路的肉是可以拿来卖的 那巡路的母巡路呢 可以拿去卖 它的价值也比较高 因为它可以生baby 嗯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常常带客人去参加 哦很有名的团 说到团 这也是其中一个必参加的团 就是巡路雪橇的启程跟拜访 那我们去到农场 农场主人就跟你讲 你不要问我 我们家有几只巡路 因为就代表你再问我 我每个月月薪多少钱 是一样的意思 对 对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那大家就会说你不要问我 因为你看我现在如果跟你讲 我50只巡路 你可以大概算 因为他们巡路的价钱 市场上的价钱大概就是那样 那就可以看 OK 他有最佳的家人大概有多少钱 你就是可以自己 我们都可以算得出来 所以通常 就是通常主人都不会跟你讲 就是他们在介绍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会问 这题一定必问 就是请问一下你们家 你们农场有几个 有几只巡路 总共几只 因为看起来很多 那农场主人每一次 一致性的问 一致性的回答 就是 哦 Don't ask me I'm not telling you my salary 就是这样 每次很爱讲这个 好妙 而且居然 这感觉好像是很久以前的 那种年代的时候会有的 现在他们还是依旧是用 还是有 当他们的家 代表他们的财力 这件事好有趣哦 对 而且他们 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件 这里把这件事情 从以前的那种 传统的畜牧业的文化 拉普兰 原住民 杀美人的文化 传流到现在 已经变得 已经 跟观光结融 结合的 我觉得结合的蛮好了 嗯 就是 他除了让你做基层嘛 然后也可以让你拜访农场 然后也有很多 巡路角做成的很多装饰 装饰品 纪念品 所以 我觉得 这个部分 我觉得结合的蛮好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收入来源嘛 对不对 所以不能 不是只是就是卖肉啊 他们也可以 卖肉 但他们也可以卖皮啊 巡路的皮 嗯 这些东西是可以带回台湾的吗 可以 可以 哎 肉不行啦 肉不行啦 但是那些纪念品 装饰品 巡路的皮 我都带回台湾过 哦 就是真的很温暖啊 就是 很温暖 我跟你讲 超温暖 因为那个时候小狐狸 我们去的时候 第一天会有那个camp fire 然后在雪上面 然后他们就先在那个雪上面 铺了那个皮 就是是那种毛 皮毛 毛皮 皮毛 这个 鹿皮啦 鹿皮 对鹿皮 很像是他们地毯上面就还 很温暖 完全感受不到那个雪的冰 冰冷这样 我觉得很猛 对啊 因为 因为他们那个 这边鹿皮超多的 我跟你讲 巡路皮人还多嘛 所以他们就是到处哪里 需要取暖 然后又防水 你知道巡路皮也防水啊 然后又防臭 又不臭 所以就很多人 这边也是啊 到处都是巡路皮做成 就是垫在那个 垫在木头 木头椅子上啊 或者是 在自己家里的沙发上啊 取暖 当装饰品 嗯 很多 开团购 开团购 对啊 我这时候想要团购 那些运回台湾 对啊 很可以 也很漂亮啊 那你 他们不会有 像去体验那个 薩米人的文化的一些 你们有没有那些行程之类的 我们有 我们有 但是说实在 比较少人会去 比较少人去参观 嗯 他们比较少 不了解这件事情吗 还是 就大家比较 他的内容是什么 吃他们的食物 还是穿他们的衣服 这个内容 穿他们的衣服 穿他们的衣服 体验他们的 食物一定有嘛 食物那就是像我刚才跟你讲 徐露肉啊 马铃薯泥跟莓果 这是就是最基本的 那我觉得薩米人 我们有一个团 就是去体验当地的文化 去做一些手工艺品 然后去拜访薩米人家 去穿他们的服饰 了解他们的服饰 了解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习惯 文化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 并没有被 并没有被推广的太好 所以很多观光客来 并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怎么讲 想法 他不会觉得说 我来这边想要去参观 这边的原住民 认识这边的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还需要再去多多的被推广 对 那但是 对啊 但是其他团就是 譬如说 这种巡路雪橇啊 哈士奇雪橇 就是还是最热门 你们也有哈士奇雪橇哦 有 我们有 而且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 我为什么会申请小狐狸 就是因为我在这边 第一季的时候 我直接爱上 哈士奇雪橇 而且是自己驾驶 我们这边就是 我们这边有 我们这边有五公里 十公里 都可以自己驾驶 然后我那时候 第一季带的时候 我客人最常问我 就是说 你最喜欢什么活动 最喜欢带什么活动啊 我说我最喜欢 就是哈士奇十公里 自驾的 自驾雪橇的活动 我说你知道 在那个雪橇上面 就是一种平静 就是一种平静 自然 然后跟大自然融合一体 很平静 很舒服 然后看着 只有你跟狗狗而已 就那种感觉 很 很疗愈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爱上 我真的是爱上 然后这就是给我 另外一个契机 就是我一定要去 我知道 那个小狐狸 有这个活动 我说哇 给我藏针耶 然后我就 诶我跟你讲 这很好笑的故事 特别跟你讲 这应该没有人知道 那时候我在这边 就有认识一个芬兰人 他是一个慕雪 哦 然后结果呢 我就跟他认识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他超帅 他有十四只狗 都是他的 哈士奇 然后我就 就是反正我们就 date一下这样 然后呢 可以播出吗 结果呢 结果呢 我就跟他讲说 诶 我就想说 诶你以为你是 你是慕雪嘛 那你有没有做过 Expedition 你有没有做过长征 或是做过Racing 比赛这种 他说 哦有啊 但是 比较少在做 Expedition 就是长征这种 我们去小狐狸长征 他说因为这个 花费要很高 你除了要是 自己的花费 你要带一堆 有的没帐篷 有的没的 然后还要准备 狗狗的食物 然后他就问他说 哦一个人花费 要几百几千美金 这样我一听到 我就 哦好 OK 好 但我以为在想 他可能也很懒 不想带我去 所以 然后我就那时候 就很难过 因为我一直想要 去做长折 一直想要拉雪橇 做长距离的 我觉得这是一件 超酷的事情 所以后来我就 这真的就是一个提 为什么我要申请小狐狸 就说不行 我一定要去试试看 结果他很幸运 我就上了 果然不失 不 完全 完全就是一个 惊喜 超棒的体验 对啊 短距离跟长距离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因为你刚刚说 对啊对啊 因为你刚刚说 就是在那个上面 很平静 可是我就想说 可是那个长距离 我们不是会有上山啊 然后有那个 对啊对啊 然后下峡谷的 那些地形 就很刺激 很像那种极限运动 不是这么的那种 你有没有掉出雪橇 有啊八次 你很逊欸你 你超逊的 我都一次都没掉 你看果然在这边 还是我有接受训练 还是不一样 你掉八次 你该不会评录一掉吧 我们同一个Masha 我也是Tom 诶你是Tom哦 我超爱他的 你是不是在他后面啊 对 诶我也是 我们两个位置一模一样 他直接把我摆在他后面 完全位置一模一样 好扯哦 他有提起你啊 就是我那时候说 上一天是台湾 他说对啊 你们两个都个性都疯疯的 什么之类的 然后说他很可爱 然后他有在 就是你们是不是有附加 Facebook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也看到你的生活什么的 也有提起你们这样 蛮妙的 对啊 我们这也不同一个 他真的超 你竟然也被Legend带到 他超赞 他真的是Legend 他从小狐狸第一届带到现在 他超厉害的 我有我就问 我好像就是他跟我讲那个故事 是他讲还是别人讲 但总而言之就是 是因为他去说服那个小狐狸的创办 就那个时候的老板 然后跟他提的这个idea 好像还是在飞机上提的 然后那个老板就答应 然后他们就开始就是一直演变 就是中间这一个 一开始是有很competition的 然后后来演变到 就是没有competition 然后就只是自我挑战的 然后就是对啊 就是一路以来这样子 他超赞的 他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幸运 被Legend带到 他故事超多 我们就是每天晚上 我们不是都有很多时间 在那边一起聚在一起煮饭 哇他的故事真的是 很机体人心 他对啊他很棒 我觉得我们两个很幸运 而且他都会 是比较小的 对 真的 对啊 那你很棒 你们是不是第一个出发 也是第一个抵达 我们不是第一个出发 我们有时候是最后一个出发 但我们永远第一个抵达 他超过 我们那时候也是耶 我们每一次都第一个抵达 我们我们到终点也是第一个抵达 然后第一个抵达就是这 各种热烈欢迎 对对对 我们那时候 真的真的 他就是有那种魔术 对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真的跑得很快 可能是因为他分配的狗狗 然后 也可能因为他的辈分吧 我觉得 因为有时候我们 从后面然后我们都会超车别人 然后别人就会去到 就散到旁边去 然后让我们可以超车过去这样 就其他的队伍 对 没有啦 我觉得因为 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资深啊 因为 我跟你讲 那个路不好认 你知道吗 那个路超难认 我那一届的时候 之前比我们早出发的一个mush 他直接迷路 还是什么 反正他就是 好像走错路吧 所以后来就是 就是我们 我们就先走 他们后来跟在我们后面这样 对 他每一届的mush 都不一样 你知道吧 他每一届 他会迷路 对啊 都会不一样 因为路其实很难认 我都很佩服他到底怎么认得了 这条路 都雪吗 对啊 但他很厉害 他很厉害 我完全没有想 因为我完全没有思考过 他怎么认路这件事情 我每次在他后面 我都想 为什么他会知道这里要左转 他怎么会知道这里要下坡 还是什么 又没有路牌 对啊 我想说被雪盖住 路牌也看了 不清不楚 然后根本长一模一样 他怎么知道这里要右转 这里要左转 然后我就想 可能他 可能他已经走太多边了 所以 或者是他们那个指标上面 有一些些的小记号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他很厉害 而且他都会站着反过来 然后面对着我这样子 就是他的 他的狗跑他的 然后他就是 要看我们后面的人怎么样 他就会反过来 然后看着 看着我们这个方向 会觉得蛮好笑 对啊 可是我跟你讲 我滑到最后有点快睡着 你有没有睡着 我直接在雪橇上睡着 我直接 还好我还在雪橇上 还没跌下去 太平了啦 太平了 有时候真的太平了 没有什么起伏 你知道吗 我直接整个 整个差点掉下去 但是我真的有睡着 而且你知道又戴那个墨镜 又穿得很暖 有没有戴那个格子 然后就想说 拉拉拉很平静 然后整个人就在那边杜咕 还好没被特别碰到 我跟你说 因为我就是第一天 因为第一天是最平的 就是出发的时候 然后会过很多很平的路面 然后加上那个过湖 然后我就是在打瞌睡的时候 然后就掉下去了 然后 然后掉下去的时候 你好夸张哦 没有 就是一个亮枪然后掉下去 因为那个两边雪橇很细嘛 然后我就还是 但我的手有赶快抓住那雪橇 所以 所以就被拖在后面 对不对 对 你好丢脸哦 最好笑的是就是 因为我的狗狗 其实跑得很快 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被拖着 然后拖着 都已经到那个 他们的旁边了 就是我的狗都已经跟他并行了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 他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就看着我 然后一直笑 他就看着我一直笑哦 然后我就一直很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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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就 太幽默了 他还一直笑 然后最后我就想说 好干 他没有要救我 所以我就赶快 跑跑跑跑跑 然后我就 就抓着那个 就是抓着那个雪橇 也没有刹车 我就这样再跳回 那个雪橇上 然后他就 那天也是很厉害啊 他一定跟你这样 对他就站 他有时候都会 叫你自己处理 我跟你讲 我有时候也是被狗 劝拉到个 落到个不行 他就站在那边 然后他就等着你自己处理 他也没有要帮你 他就等你自己处理 然后你自己处理 然后他就给你一个赞 然后继续往前冲 他很幽默 他超幽默 他让你处理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自己的困难 对真的 他真的是一个超级 就很像一个 很nice的爸爸的感觉 对就是一个爸爸 对啊 而且有一次我们的晚上啊 我突然想到 就有一晚 他就 他就 因为我们有很多事情 然后其实我们这一队 有点不是这么的团结 然后 然后就是很多事情 有些人都不想做 然后总而言之 因为他们就看 就是他就是 没有人要做 他就会去做这样 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一起做 然后那一天晚上 我就跟他讲 他就 就我们在煮 就是用狗狗的食物 用到一半的时候 然后那个他们就说 他就过来 然后笑笑的跟我说 哦我有一个学生 他刚好在 就是最后一天晚上 然后那边是有小屋的 然后他就说 哦我有一个学生 然后他们来找我 我可不可以过去一下下 这样子 然后 我说快点去啊 快点去啊 没关系 我来帮你 就是用 我觉得我可以用这边的东西 这样 他说真的吗 真的吗 谢谢你 他就过去了 我还就是超可怕 他超得深 对啊 而且每次 我又 好了 我觉得我们对 我那时候我们对 就是大家都很团结 我们大家就是各种要帮他 帮到已经 他已经有点不好意思 他就觉得 可以可以 你们去休息 你们去休息 这样 因为我们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团队生活 对啊 他是啊 他是啊 对啊 他完全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就是他就是各种需要帮忙 他都会帮忙 然后除了我们彼此照顾以外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暖 超级暖的一个爸爸 然后他 他有没有跟你分享说 他每一次拿的制服 有没有 因为他每一届参加 都有新的制服可以拿 然后他每次回家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儿子都会说 我要这一届 我要那一届 我要这个外套 我要这一届的 裤子什么什么什么 对啊 很好笑 他说 哦 好 我这一套 我女儿已经跟我预订 他要我的那个 我的Podcast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啊 很好看 对啊 他是个Nice NiceDad 我们有一天晚上啊 就是在 就是有一天晚上 好像他们会发露肉 还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自己生活的 然后就 我们也有 然后那一天呢 我们这一对 就是少了一个女生 因为他就是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那天就住小木屋 然后其他的人 就是不太会生活 反正我们就在那边 我们一开始要 我们就想说我们要 生活 然后煮鹿肉 然后谢谢他 然后就有那个火生了老半天 怎么样都生不起来 你知道吗 就生到三天 你已经可以去睡觉了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火生起来 然后 那没有人要帮你们哦 就是对啊 因为应该说我们其中一个男生 他很坚持 他想要用打火石 然后用就是他们教我们的方式去生活 但我们真的就是怎么样都做不到这件事情 然后很 真的是已经熬了大概两个小时 然后那个是我的晚餐 所以就是已经很累 然后又很饿 然后又没有用到 他也没东西吃 哈哈哈哈 然后我们也一直跟他讲说 我会用给你吃 我会用给你吃 你知道吗 他就说好 他就去旁边晃晃 然后晃完回来 哎火还没生起来 然后又 又去跟那个就是 卡尔他们聊天 然后聊了一阵子回头看 哎火还没生起来 好扯哦 最后我们才用那个 好扯 活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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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次是跟谁一组啊 我们这次有 就哪一个国籍 国籍 分兰人 一个分兰的女生 然后 有一个是意大利的男生 然后一个是斯洛法克 然后的男生这样子 然后我们这一组的 分兰女生她是52岁 然后意大利爷爷是62岁 然后还有一个38岁的 呃斯洛法克的男生 这样子 就是我们这一组 年纪都变大了 对 对对对 然后对反正总而言之 我们这一届 就有很多的内幕可以讲 好 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可以 私聊这个东西 这我又不认为 很多可以跟你分享 好好 OK 那对啊 我在讲什么 越来越讲越歪了 好OK 就是我们可以到时候 到时候看你要不要来 分兰找我啦 我可以再跟你私聊 好耶 要不要另外开一集 这样 可以 可以哦 好好好 我想问说就是 你在那边一定有跟很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生活啊 工作啊什么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 觉得很挑战 或者是很 很大的收获 你感受到 学到的东西 我觉得在 欧洲打拼这么多年 就是 不同 我觉得不管是 前几年了 我现在我在 你看嘛 我在芬兰 我在法国读书就一年啦 西班牙读书就一年嘛 我来台湾有经历一年半吧 所以不算 所以两年 再加上芬兰三个雪季 所以 这样子大概五年 然后再加 我在冰岛的两年 但是芬兰跟冰岛重叠啦 所以我觉得这样算起来 大概五六年 在欧洲的时间 哇 没非常的久 对啊 所以我觉得 真的 遇到了太多人了 就是世界各地的人 所以我觉得 我 真的跟不同的人 都当过室友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生活习惯 跟文化差异 真的就是一个 哇 每天都在体验 每天都有一个 新的不同的 哇 的那种moment 就是 每个国籍的人 工作的习惯也不一样 生活的习惯也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 最大的挑战 就是你要怎么样去 调整自己 你也不能 不要起冲突嘛 但你要怎么去调整自己 去用另外一个角度 去 去认识不同国籍 去知道怎么样 去不同国籍 不同步调 不同思想方式 文化背景的人 一起去共事 这也是我觉得 这几年我学到 最多的功课 那我举个例子 譬如说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就是 非常非常热情 因为感觉大家 变得很好的朋友 但他们就是很懒 然后他们就是各种 就是能拖就拖 或者是他们就觉得 没差啦 没差啦 这种 然后就觉得很 怎么没差 这很有差 就那种 对 但是我不是说全部 我是说 我有一些遇到的朋友 会这样 然后你知道 他们就是很随和 很搞笑 很幽默 跟他们 跟朋友 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就是你可以跟他们 变得很好朋友 很好笑 很好玩 但是如果工作起来 你就会觉得 有时候就是你知道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然后或是你会觉得说 他们就是有时候 比较没有那么勤奋 就是想要在那边偷懒一点 或那边偷懒一点 滑下手机 这种 所以我就是就觉得 有时候辛苦就是做久 像我现在已经变 比较资深的导游了嘛 在芬兰这边的时候 有时候你就会想说 好好声好气的跟他们讲 这样就觉得 可以跟他们沟通一下 因为毕竟大家一起带团 他们客人人数非常多 我们一个导游 在芬兰一个导游 是配八个人 这是最基本 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会开那个箱形车嘛 我们是导游兼司机 所以我车上可以坐八个人 那有时候 比如说 我跟另外一个导游 我们两个一起被拍到 刚好我们要去 冰上钓鱼的团 那可能他就是一个 你知道 很耍耍的个性 带团就是很随性的那种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们两个要在一起的团 我自己八个客人都照不了 我还要去帮忙 去照顾你的客人 去cover你的客人 就会觉得 哇 就是很累 你就觉得做起事 感觉今天带了 五十个团那种感觉 钓鱼没钓到 还感觉就是 带了超多人这样 所以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就是心态上面要调整 我觉得就是你要去 去知道 去调整说怎么样 去跟不同国籍的人 去共事 可是可能就是他的文化背景 可能他们就是 他们的习性就是喜欢这样子 之类的 对啊 或者是譬如说 法国人很喜欢抱怨 什么都可以抱怨 例如像这样 然后你就会觉得 我就说 可是你看 我们今天是不是天气很好 什么什么 你就要自己在那边 就是你知道自嘲 把气氛弄得欢乐一点 这样 譬如 对啊 所以我觉得 就是有好有话 我觉得好 就是可以认识不同的国籍的人 各不同文化的人 那我们可以擦出 擦出很多不同的火花 比如说我们常常会一起 住在一起 会一起吃饭 煮饭 那比如说有一个人 今天是意大利 今天是Italian night 他就会煮 Pasta Risoto 这种 或者今天是什么 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 Polish night Polish night 然后他们就会煮 他们自己道地的 今天是台湾 Niss night 我们就煮台湾的食物 就是会人流煮 你就会享受 不同的异国的美食 我觉得这是好处 然后可以交流 很多不同的文化 思想方面 那有时候挑战的地方 就像是我刚才说的 工作啊 生活习惯 对 就是有些 有些是那种很晚睡 派对 趴到凌晨两点 回来的 砰砰砰 这种 那就 昨天早上六点 要去带破冰船 这种 你就会觉得 哇 好烦哦 对 就是有时候就会这样 就是很多 pros and cons啊 你是要去调整 那下午我就觉得 我已经没办法 再住在那个 集中营了 你知道吗 没办法跟这么多人住 我已经 我现在必须要静一静 所以我现在就是 目前只有两个室友 对 我就觉得很 很OK 以前是那种 这是 concentration camp 那是那种 哇塞 一层楼哦 八个 十个人那种 很可怕 一个房间 两个人到三个人 一起住这种 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share house hostile那种感觉 哦 很可怕 不行 对啊 现在就是已经长大了 你知道 有经验了 没办法再这么的 这么的有 这么的冲 好好笑哦 我之前也有了 就是这种 就是跟其他人一起工作 就像你说的 真的是权重 法国人真的 非常喜欢法国院 然后 对不对 是不是 不是只有我这样觉得吧 我之前都 就是我在二世谷 训练工作的时候 我们还要特地 为了他们的抱怨 然后开一个 什么很晚的晚会 大家要在 住宿的地方 然后所有人都要进来 然后集合 你说你去哪里 你去哪里 二世谷 就是 Hokkaido的那个 Niseko那边 学场 滑雪 哦 哦 哎你是滑雪教练哦 不是我不是雪 我不是滑雪教练 我是雪剧店 在那个Rental Ski Shop 因为这可以比较多时间滑雪这样 因为雪 滑雪教练就没什么时间滑雪 所以我就选那个Ski Shop 而且这样就可以 试所有的 那个装备 Gears 有 聪明 而且 而且我们 我们的 我的那个公司 他还是 就是那一个雪场的老 他们老板就是 那个雪场的经营者 所以我们还有免费的 那个雪票这样子 然后他们 我很赞耶 他们其实现在还有管理 很多的房地产 他们就是一个 房地产公司 所以我们住宿的 还是要付租金 但是会比一般住在 Nisei Kola 还要便宜 然后还要大间 所以就是各种福利都 对啊 是日本人开的吗 嗯 上面是日本 哎 哈拿搜索是日本 香港香港香港 后来被香港玩笑 很聪明耶 哇好厉害 对啊 所以真的蛮 蛮好的 对 然后对啊 我们那时候的法国的 那个同事 他还会睡在那个 Ski Rock下面 就是我们的 就是放衣服的地方 租衣服的地方 他会睡在那下面 然后有一次 他爸妈来 来这边找他 然后从法国来找他 然后就说 啊我儿子在哪里 我们说 哦他在后面睡觉 这样 然后他就把那个 衣服打开来 他儿子就躺在下面 好夸张哦 好扯 真的超扯 对 就是我们有 好扯 我有很多跟外国人工作 今天觉得非常的好 是不是 我跟你讲 还是我们台湾人最勤奋 看开一点 看开一点 对就是真的要看开 你有时候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就是你要 你要知道说 OK 你们不能 你不能 你不能用你的角度去期待 他也要跟你一样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就会期待说 OK 我这么勤奋工作 我诶我这么努力 但是我为什么 我们的一样的薪水 你就可以在那边 偷懒 你知道吗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抱不平 那我还会觉得 好啦算 这就是 他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只能 此生只能搞卫生这样子吧 超多 那个cigarette break 就是会一直去抽烟的 那个修 哦超多 我们也是超多 然后你就要cover他 他去cigarette break 的时候 cigarette break 叫break 对不对 不是sleeping time吧 你就要cover他这段时间 我也遇到很多 尤其是欧洲人很爱抽烟 哦抽一抽 在那边给我聊起来 两三个人在 哦 we go for a secret break break 一根烟抽半小时 这种 那我说好 那我也要去toyote break 我去大便 我要大一个 对啊 很莫名其妙 我超常跟人家 吵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很不公平 因为你不在的时候 我要cover你的客人 对 笑到我腹肌都要出来 真的好不好 我超生气的 真的是 都是一样的经验 好 OK 那我们再jump到sciety 就是我看你今年 你有去 是去南美吗 好像去了很多 对 我去做南美 我都还没时间整理 真的不好意思 太多素材了 太多影片要分享 对啊 你看我觉得你的那个东西 你要是你这些东西 有放在youtube上面 你现在一定是超级爆红 因为你的故事真的是 人生故事真的太精彩了 所以 对 所以回归正题 我有看到你今年有去 中南美洲那边 自己的旅行 自己旅行吧 好像 不是 我跟我前男友 哈哈哈 可以讲吗 这样会不会触景商情 现在讲会不会触景商情 不会 我们俩现在是好朋友 就是没关系 好 那因为旅行有分手吗 哈哈 还这样 是耶 其实 其实 其实是耶 就是其实 其实 对 是 因为 他是 他是 他是西班牙人 你知道 所以 就是 我们 其实 我们 起了很多争执啦 我觉得也是 这也是另外 感情的部分也可以另外聊 但是就是 我们旅行就是各种潮啊 意见上面不合场啊 然后就是生活习惯也不同的潮啊 就最后 就玩到最后其实有点累 嗯 对 后来我们又马上分享的原因 就是因为也在调整啊 然后 对 后来反正后来玩到最后就 就分手了 嗯 那我真的 对啊 所以我是跟他一起的 哦 那那那要分享这一次的旅行 你们去了哪里吗 好 我们 从 我四月份结束在芬兰的工作嘛 然后我们就 我就一直飞翔去中南美洲 玩 讲西文 我就想要去那边练一下西文 然后去 我一直很想要去 discover中南美洲这个continent 我一直没去过 所以呢 我那时候选了 我们从马德里出发 从西班牙飞 飞到 多米尼哥共和国 然后再 去 古巴 哦 古巴 100%推荐 超级赞 嗯 去了古巴 然后再去了 帕纳马 帕纳马玩去 Costa Rica Costa Rica玩去 Colombia Colombia去 去北陆 所以是去了七个国家 多久啊 两个月 哇塞 你们road trip吗 没有 算是 应该说 我们 到一个国家 我们不是每个国家都租车 像是譬如说 Costa Rica有租车 我们 Domingo Republic 多米尼加共和国 也有租车 我们在 北陆没租车 Colombia也没租车 就是我们并不是 每个地方都有租车 但主要的 飞到不同国家的工具 还是以飞机为主 哦 OK OK 就是到那个地方 在那里面road trip 这样 或者是使用大动作 哇 对 好酷哦 吵枣 我跟你讲 那两个月 你们是 你是会那种 很仔细的去安排行程的 还是比较freestyle 反正就飞到当地 再看看这样 我们两个都freestyle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吵的原因 因为 就freestyle free到已经 OK what should we do now 这种 就是 有点太free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有时候很生气 哦呦 我这样一天 又过完 然后什么事都没做 然后我有时候就会 小生气这样 所以呢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 有一点点plan 所以之后我就学起来 我们后来到了其他国家 我就会大概先在上网 先就是做好 说我要去哪些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是我很想去的嘛 那他可能只想去 Muchu Bichu 北路而已 可是我 我想去Costa Rican 因为我在那边 一个很好的Costa Rican朋友 我想去找他 然后那边的Eco Tourism 生态旅游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想要去体验 所以有些国家 是我真的很想去 他就还好 所以我就 我自己就想说好吧 那我就自己做特别多功课 对 但是 我觉得中南美洲 非常推荐 但是尽量还是要讲西文 会比较好 会比较玩得比较 尽心一点 因为他们那边 英文真的很不行 然后 那个女生 最好结伴 因为那边的治安也不好 哦 就是如果你会西文 加上你有结伴的话 你就可以玩得很开心这样 对 对 就是就算你不会 你应该说你不会西文 你一个女生 你就是要特别的警觉 你要特别的去 去就是你要 你没办法玩的 你知道没办法就是 像我就是考他 因为他会讲西文嘛 然后我就是在那边 练我自己的西文 所以 所以就是玩得 可以比较开开心心 然后又有男生在一起 就会觉得 哦 可以回家 就没回到街 还OK 可是女生 哇 半夜一个人走在路上 很可怕 很危险的 听过很多不同的新闻故事 女生 就有人 也不是女生而已哦 观光客直接 被偷啊 被枪击啊 就被抢啊 或者是直接 就是 对啊 所以 你刚刚讲到那个 Eco 你刚讲到那个 Eco Tourism 我还蛮有兴趣的 你有去参加那个活动吗 我有 我跟你讲 Costarica 你如果喜欢 对Eco Tourism 这个主题 很有兴趣的话 Costarica Perfect Place 它呢 我跟你讲 我觉得台湾应该 也要把Eco Tourism 做得很好 因为它跟台湾 在太相 那天气也超小 然后 就是一堆森林 然后 然后火山 也有火山 然后我们 我记得 然后我记得 最印象深刻的是 我们去 因为那边很多国家公园 他们把任何一个森林 或是任何一个保护园区 都变成国家公园 然后它就是上网 就上网要注册 上网 找钱 就是有点像是 入场卷那种感觉 入园卷 就找钱 然后进去 它每天会限定人数 然后我们就是 参观了很多不同的国家公园 很棒 火山也是一个国家公园 就它Eco Tourism 做得很好 做得很有系统化 很有组织 所以你对于观光客来讲 我们看那个界面 网路上的界面 就是官网直接买票 我们就可以进去了 这样 然后你就知道 它每天限定人数 有多少人 它为了要保护 它的那个生态系统 不要被太多观光客破坏 所以它会有限定人数 那我记得它的那个 我们去了一个南部 Cosarica的南部 有一个国家公园 那个是一个完全野到不行 野到不行的一个森林 它也叫做Primary Forest 跟Secondary Forest 就是有被开放的 跟完全没有被开放 可以开发砍柴过的森林 我们去走了一个Safari 它就是让你去看 Cheetah 去让你去看 各种豹啊 各种虎啊 各种不同的动物 那是什么地方吗 没有 这是个hiking trip 四天的hiking trip 徒步践行 而且一定要请向导 你就算上网买了登山 登圆的那个 登圆的卷 你也没有办法自己去 你一定要有向导 所以我们就报名了 一个local的一个tour 大概四天三夜 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爬山 但它没有太多的山 它比较就是 完全就是在森林里 被沐浴在森林里 这种 它很野 完全没被开发野 它好像是 全世界数一数二 最原始的森林 完全没被开发过的森林 就在Costa Rica 好酷哦 如果很可惜 我们一只动物都没看到 因为我们的团队呢 我跟我的前男朋友 跟两个 一对美国人 跟另外一对阿根廷人 吵到 那个两个阿根廷人姐妹吧 朋友女生吵到的不行 各种大声嘻嘻哈哈 然后你知道 看动物这种东西 就是要安静 对不对 它不是 喂喂喂 这样大叫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 哦 对 然后走路要小声 有没有 像她说走路要小声 因为可能 花豹就直接跟在你后面 它会闻那个气味 或是蛇 就走在你后 走在旁边 那这样 它不是 哇 然后就各种 跳来跳来大叫 我说 动物都直接被你吓跑了 它怎么可能会出现 就不 完全 什么 不 什么 完全如预期 不懂 直接失望到有个不行 对啊 超好笑的 超白痴的 所以你们一个tour里面 大概多少人啊 我都想这样子 就是要结 就是揪团一起去 确保美国人啊 我们 它是 我们彼此不认识 我们就只是报名了 这一家公司 它的Safari 就是它的hiking trip 四天三夜的 这个国家公园的 四天三夜的hiking trip 然后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人报名 所以我们那一个团 二十六 六个人 加一个向导 真的 那个向导很厉害 那个向导是以前的美军 前美军 就它在美国当地啊 但它是哥斯大利家人 然后它 就是 很熟悉这种什么愿意 什么原野啊 越野啊 这种很野的这种 这种丛林的 不知道什么作战计划 还是什么之类的吧 反正它很厉害 它在那边砍柴 弄来弄去这样 然后 在那边 然后我就跟我 我就 我什么屁都没看到 一个洞都没有 就是因为 他们两个 阿根县就很吵 但是我觉得 就是他们的这种 就是不管 我觉得排除 就是排除这个体验 这些这些额外的 这些 surprise 人为的这些 surprise 以外 我觉得单独 你沐浴在这个 国家公园 生理里面 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是 这一次享受 没有很大 因为就是 因为有 你的同队的人 实在是 真的会影响 那声音太大了 就会影响你体验品质 但是我的 那个西班牙的 现在是我的朋友 他就 哇 Amazing 哇 对啊 而且我管推荐 到时候我再跟你讲 是哪个国家公园 我已经忘记了 反正就是 Costa Rica的最下面 有一个国家 它那边太多国家公园 我们是选了一个 最有名 然后最业的 比较没有什么人会知道的 我们四天三夜 一个人 美金 诶 六百多块哦 No 诶 诶 对 六百多块 还三百多块 我忘了 我再跟你确认 忘了 因为我们参加了太多团 包含住宿 然后那一些 向导 我们就是住两天的 住两天的那个 住两天的 那个树 他们里面的 他们自己 有盖那种小木屋 就像登山 登山的那种 山上的木屋 的山屋啦 哦 很帅耶 到时候如果你有照片 我再把它 填上去给大家看 有有有 可以有 我有很多很多 可以再分享给你 很赞 我觉得Equal Tourism Costa Rica做的超棒 我觉得台湾可以学习 因为台湾跟Costa Rica 做的真的好像 有瀑布 我们也会溯溪 也有森林 也有高山 也有火山 但我真的觉得 Costa Rica在这一块 做的真的很好 我常常就走一走 跟我 跟我那朋友说 哇 怎么那么像台湾了 哇 怎么那么像台湾 又热又湿 又是一堆森林 他说 Yeah Everything is like Taiwan 我说真的很像台湾 他来啊 但他后来就 我们后来就玩得太累了 所以他就 然后我们就吵到不行 有没有 后来他就提早 离开 我们根本就没关光 他只去按了魔杖 他就走了 对啊 我说 OK 好 Bye 对啊 然后虽然很舍不得 但是我们就 来到了最后一题 就是既然你已经 在那边这么local 如果大家想要去 芬兰玩的话 你会推荐什么行程 我觉得大家应该 也会很好奇 这样子大概 就是参加你的行程的tour 大概要多少钱 之类的吧 我现在 就是有个好消息呢 就是因为我现在 在成立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现在 在这边开公司 在芬兰开公司 但是我会是 base在芬兰 但我冰岛跟芬兰 两边都会在带团 那我目前主打的 会是一个 私人 私人小型的 这种包团的模式 但主要还是 以小团为主 但所以我一个 一样就是一台车 一个minivan 可以坐到最多八个人 我还是以这种 小团的为主 那你也可以 也有客人 跟我私人包团 比如说两个人 成一个团 然后或是四个人 自己组一个团这样 对 因为我不太喜欢 带那种很大很大 很大的团 像我前公司 那种追集光 一个八四五十个人 真的是 很没有品质 对 所以 对啊 目前我是一个人 公司 所以我现在 目前还是以主打 先以小团为主 以这样子出发 就是私人包团 小团为主 那之后 如果慢慢起来 可能人手比较多 再以大团 也有机会 对啊 那就是 还在成立中 所以 在process 正在作业 所以在 应该是 这一季 我是期望 这一季开季之前 就是望季开始之前 然后后来 就是成立 对啊 所以 就是目前 芬兰的话 就是大家会 比较会多 报名的是那种 套装形成 就是说 我会帮你安排 比如说今天 早上 早上去雪地摩托车 下午 去哈士奇雪橇 十公里 这种自己可以自驾的 第二天 去巡运农场 拜访 然后去体验雪橇 然后比如说 下午 再去生在老人村 第三天 去走冰徒步 践行 这种 我就是 我会帮你安排 比如说 我觉得芬兰 我们这种罗马孽米 大概可以 安排个五到六天 对 那除非你想要去挪威 去吃地亡血 那可能就要再更长 对 所以 就是大概 五到六天 差不多安排 然后那种套装形成 然后就是会包我 我就是司机导游 会亲自带你们玩 这样 那我觉得费用的话 那当然就是看你的 你们想要 大家客人想要参加 什么样的活动 活动费用会不一样 但我觉得大概就是抓在 嗯 六万到八万之间 不含住宿 就将来就是 我刚才说 大概五到六天 六到八万左右 一样是依据你们选择的活动 费用会不一样 对 那可能你们会 有些人会特别想要去 看极光 追极光嘛 然后想要去住那种 特色的饭店 玻璃屋啊 然后极光木小屋啊 树屋啊 这种很特色饭店 这种就会推荐大家 就是圣诞节是12月 如果你想要赶圣诞节来 你一定要半年前 就先订这些房子 这些房子 要不然 你绝对现在订不到 嗯 对 然后我冰岛的话 就是冰川践行嘛 那主要还 现在还是在带 呃 环岛 环岛加冰川践行的团 嗯 太酷了 而且你自己一个人 就成立这个公司 然后把它弄起来 太屌了吧 天哪 我现在还没起来中 但我现在已经就是 慢慢慢慢在让他 对啊 这是我的目标 嗯 你说 他一个异地的国家 自己创业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 尤其是芬兰 应该很多东西都芬兰文 就是政府的 其实北欧还不错 其实北欧的 我觉得我喜欢北欧的原因 也是因为 北欧的英文都通 他很 他很 就是 他对外国人很友善 很多的 很多的网站 政府的网站 或是你想要给 像我们这种 就是想要创业的企业家 他很多的资讯 都会用英文 所以 而且北欧人的英文能力 都比其他地方人好 所以 对我来讲 我觉得目前还OK 对还OK 对啊 厉害哦 太厉害了 到时候就 是等我好了 再请你来捧场 太棒了 请你来找我玩 我们可以再一起玩 好帅哦 对啊对啊 去打工 我们可以一起 一起穿那个帕卡 有没有 我们可以一起穿帕卡拍照 不可爱 这里很适合啊 对啊 所以我这样子交错也好 就这边的淡季 我刚好冰岛的旺季 就是两边可以 就是交错 好夏天是旺季哦 超旺 旺到旺 我跟你讲 冰岛的旺季 是大概 六月到十月 没有 六月到九月底 是旺季 大概 所以大概是 六月到九月底的时候 这段时间是旺季 然后芬兰的旺季是 十一月到大概三月 所以是两边是刚好错开的 哇那你真的是 这刚好是一整年都会有 就是交错 但还蛮不错的 对啊 因为我就知道这边 暑假我会很无聊 没有四桌 就四月以后 到现在其实也很淡啊 就会 就是没事桌啊 原来有 对啊 对啊 那我很期待 就是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新 就是你开的新公司 耶 好 谢谢 谢谢工厂 谢谢你参加我们的 来到极限白日梦 比奥特分享